这说好的都不要16PM 怎么我一台也抢不到 我想抢一台首发拍个视频 给大家看看都不行 15PM没办法又涨价 这是刚刚拿的 粉丝下单的两台又涨价 15PM256蓝色 那就只能搞搞14系列了 出所的14 Pro 1TB 全新未激活的 去看看能不能跳出来 嘎嘎嘎嘎嘎嘎嘎新的 到了 来 14 Pro 1TB 前两天跟你们说 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候 也就这几天 全新未激活的 过了这几天 出完了就没了 现在有紫色和金色 金色和紫色的 5000多的1TB主流内存 能够用好多好多好多年 我是建议拿紫色的 紫色毕竟是14 Pro的 猪大颜色 更保质一点 而且也挺好看的 男女同意 金色 金色也行 毕竟今年16 Pro都出金色了 对不对 又出金色了 这样的机器最大的优点就是 可以新机里边挑新机 未激活里边给你们挑全新机 拿去开卡 不管是开单卡 还是开双卡都可以 如果你有出国的需求 可以选择开单卡加eSIM 如果你在国内用 就可以开双卡 然后就可以开双卡 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感谢观看